持續關注藍白的姻緣男傑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也在今天晚間到台北 下海城隍廟來參拜 至此的時候就說了 全台最有名的月下老人 就是下海城隍廟了 要求姻緣都會來這邊 也被外界聯想 是要為藍白河求一條紅線 城隍老爺一雙公斤 就是家軍 和宦輩的侯先生一樣 被拿來跟城隍老爺做比擬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自然藏不住笑意 來到迪化街 下海城隍廟 不僅想起和妻子的青春記憶 前台湾最有名的月下老人 就是下海城隍廟 所以要求姻妹的人 都會來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也是我跟我太太 最美好回憶的地方 來城隍廟希望月老邦幫忙 恐怕也是因為國民黨 和民眾黨姻緣難節 藍白河最強人選 產生方式難產 進入政黨協商階段 沒有順便來請求一下跟柯主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不用好 我們順便請求一下跟柯主 謝謝大家 好 走 要不要為藍白河求一條紅線 喊話三次都只說謝謝 因為藍白協商進度一言再言 既然雙方陣營合作方案暫時無解 侯友宜行程照跑 整合難題先擺一邊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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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攤一攤聊 要和攤商擺乾淨 不過侯友宜心中更急的 恐怕還是在野合作 何時才能一錘定音 藉著全體藍金發台北通報道